成为北约防范俄军 步步逼近最有力防御装备 俄罗斯目标不止夺下乌克兰 现在不断传出 俄军派出无人机进入克罗埃西亚 罗马尼亚等 北约成员国的领空 既挑衅也挑战北约底线 为了建卫二军入侵北约 加拿大同样派出 配有反潜鱼雷管和反舰飞弹的 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 前往波罗利海待命直到7月 除了强化北约团结 美国防长奥斯丁也前往斯洛伐克会商 斯洛伐克当局表示 愿意提供S-300D对空防空飞弹 支援乌军对抗俄军 不过却不是毫无条件 美国防长奥斯丁目前并未答应 斯洛伐克的请求 因为战事瞬息万变 俄罗斯总统普丁 17号致电土耳其总统艾尔段 开出停战两大条件 除了要乌克兰保证不威胁俄国的安全 以及承认放弃乌冬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主权之外 也不排除愿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谈判 但边打边谈会不会出尔反尔 乌克兰和北约都不敢大意 赛议新闻谢谢听好报道